船员财政部高官张绍春情妇,多达148人资产近千亿组图,看中国记者林忠宇综合报道,中共十九大后通报的第十四名老虎,财政部副部长张绍春落马内幕日前爆出新消息,网传其被搜出资产总计近千亿元人民币并且淫乱无度。 情妇多达148人,超过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奇耀包养情妇,146人这一记录9月19日记多为网,报道披露由网友在微博晒出一图片截图疑似为教学课件介绍的是张绍春落马,一事不过目前未获官方证实所设相关资料。 网上曝光的这张图片显示经查发现,张绍春家中搜出美元9000万欧元,8475万一欧元约合1.1685美元,英镑5230亿英镑约合1.315美元,欧元7800万一欧元,约合0.7241美元等各类银行卡。 1000多张总值100多亿人民币,一元人民币约合0.1459美元,地下车库十多辆单,价500万人民币以上豪华轿车珠宝首饰,堆积如山,20年以上茅台91000多平同时,国内外房产130多套,情妇148人。 被查出的资产总值600多亿人民币,境外存款300多亿人民币,其儿子儿媳侄子等名下房产,70余栋总值50多亿人民币,累计近千亿人民币网络流,传达客建业图片来源。 Outdoor 财经公开资料显示生于1958年的张绍春,任职经历比较单一,长期在中国财政部工作1994年,担任中国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2003年9月任中国财政部教科文斯司长,2003年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2006年,升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直到2018年4月卸任张绍春,在副部长的职位。 上干了12年4月4日中国国务院免去了张绍春财政部副部长的职务当时,并没有去中国全国人大或政协任职,也没有公布其他去向,这被视为张绍春可能出事的一个信号。 被免职之前,张绍春在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一工作分工,是协助部长负责全面工作,分管税政司,预算司,国防45月7月中纪委官网通报称,张绍春正接受中纪委与中国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张绍春被发现加仓巨额现金,与袁华荣董事长赖小民情况雷同。 陆媒台新网8月10日报道,8月3日到4日华荣集团,在北京召开的高层会议通报了,袁董事长赖小民的不分案情。 这些会议透露办案人员在赖小民的几处房产里搜出人民币和外币,以人民币计算共计2.7亿元重量是三吨,而张绍春包养情妇的情形,则与前保监会主席向俊波有类似之处。 向俊波长期在金融体系工,做曾任审计署副审计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董事长,2011年10月任保监会主席于2017年4月9日,被审查4月16日被提起公诉。 向俊波6月14日被指控受贿1942万余元人民币当评论罪法庭称江泽西宣判,向俊波被指个性专横独霸,作风迷烂,生活说你在金融界甚为出名。 有海外媒体消息透露向俊波好色诚信,而且喜欢有夫支付审计署,央行、农业银行、保监会漂亮的有夫支付均和他有过不正当关系。 据查时共计123人,此前官场中,包养情妇数量最为惊人的,是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奇遥。 他凭借手中全力包养情妇,达146人,在被当地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办案人员还发现徐奇遥与146名二奶的日记等证据。